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唐代的世人杜牧留下的一句千古名句 在那个年代里纵使是皇帝最喜爱的妃子想要吃荔枝 也只能通过快马传递的方式才能够实现 而咱们现在尽管空间的距离仍然存在 但是速度可是大不一样 在我们运输业可以说高度发达的时代 快递 托运都会以惊人的速度可以几乎满足您的一切的需求 甚至人都可以托运 比如说为了满足父母不方便陪着小孩去外地的需求 航空公司就开展了儿童无陪护的业务 也就是通常咱们所说的儿童托运 我们今天节目里的故事 被托运的标的物同样也是一个人 20年前一个红色的储物箱子里塞的满满的 这个物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您走近了往这个箱子里边定睛一看 可以说立马会被吓得魂飞魄散 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海鲜 写的是海鲜 是记忆川大师的一个老人讲 这个是一个长途客车带过来的 放在这里 他说是海鲜 到时候会有人来认领的 接受记者采访的是一位50好几的老民警 杨玉全 作为浙江省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 一名资深的侦察员 当他回忆起了当年这起震惊一时的案件 也是不禁为之感叹 那个时候他参加工作没多久 还是在派出所里上班的一个矛头小伙子 看陈大师这个人 发现这个箱子几天没人来问人 然后他闻到有个味道不对 打开来一看 让我们把时间回拨20年 再来定格 案件发生的时间是1998年3月的一天 地点是浙江省嘉兴市社会停车场 一个红色的超大号的塑料箱子 被牢牢捆扎成了一个包裹 通过客运大巴车 从浙江温州拖运到了嘉兴 当年拖运很简单 货物放置在停车场也是免费的 两天过去了 没有人来街头取货 箱子里边又不断散发出了一种异味 停车场的保安觉得很蹊跷 于是就把这个风箱的袋子给打开了 没有一米多长 七八十五分钟 箱子里头臭味的源头找到了 一具脸部朝下的男性的尸体藏匿在其中 尸体是弯过来的 折叠起来的 一个障碍 因为这个箱子毕竟小了 人是长的 折叠了以后 硬塞塞到这个箱子里面的 应该是被人杀死以后放了箱子 他不能死以后自己进箱子 那死者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一具开始僵硬的尸体 要把它折叠起来放入箱子里边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警方推测 这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不长 死亡时间应该推测 如果来的话 不会超过一个星期 所幸的是 当时正值春季 气温相对不高 腐败的速度并不快 死者身上的皮肤还相对完好 警方在死者的身上 发现了好几处人身 据我回忆是应该是个蝴蝶吧 好像是一个蝴蝶出来吧 这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死者的右手臂的内侧 闻了一个蝴蝶的图案 旁边还闻有蝴蝶两个字 除此之外还闻有一个八卦的图案 另外一次的手绑子上 闻了一个猫的脸 我们浙江一带 就最近几年可能有蝴蝶的 以前是根本就看不到有蝴蝶的人 一有蝴蝶的话 就是说家长肯定是竭力反对的 应该是从我们的分析判断来说是 要么浙南靠近福建 江西那一带人的可能性比较大 二十年前的那个年代 是没有什么专业的快递公司 拖运公司的 当然也更不用留下 寄件人精准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 就连货物也是随意地放置在停车场里的 至于有没有人来取 谁来取 没有人知道 所以嫌疑人留下了一张 类似于今天快递单的一张纸 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了几行字 加兴社会停车场 我们注意啊 连这个加兴的加都写成了加减乘图的加 这说明呢 嫌疑人这个文化程度并不高 把城市的名字都给写错了 张春生 这呢应该就是收货人的名字 下面呢还有一连串的电话号码 右边的四个字 凭证取货 手工写的这个取货凭证 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才有 那么张春生是谁 办案民警就拨通了纸上的这个 这个电话号码 因为这个电话号码呢 是没有人的 后来才知道这个电话号码 是犯罪嫌疑人是 随手写了一个号码 说是这个电话号码 这个人会来拿的 所谓的张春生 根本就是子虚物有的一个人 是嫌疑人随手捏造 写在纸上的名字 当然了 这个电话号码也肯定是空号 发了案件以后 事远是最重要的 那么查了以后呢 就是说是过路的一辆客车 留下来 那我们查了辆客车 发现是从温州的苍南发车 那我们的侦查力量 就转到苍南开展工作 苍南到嘉兴 当时的路况呢 开车啊 起码要七八个小时 于是呢 民警们长途跋涉到了温州 顺藤摸瓜 就找到了那个 长途客车司机 这个司机介绍说是 他是从温州那个 长途客运汽车站 拉过来的 拉过来的人是 有一辆三轮车 三轮车帮助拉过来 三轮车 听到了三轮车 警方呢当时一下子来了精神 能不能通过这个温州 来查找一下 到底是谁 把箱子送来呢 很快调查就有了一些眉目 一块过来的是一个 年纪轻的一个小 二十多岁的一个年轻人 按照他的描述来说 三轮车应该是 这个小车车叫过来 帮助拉过来的 那么我们第一概念就出来了 就是说 这个一块过来的年纪轻人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应该就是那个嫌疑对象 在温州警方的权力配合之下 专案组开始在温州的 城乡结合部排查 这些地方呢 骑三轮车的人特别的多 大多数是外来人口 第二个呢 就是围绕着装运实体的箱子 开展工作 这类箱子呢 在温州的海鲜批发市场很多 是用来装海鲜的 海鲜市场呢 也是茫茫大海 也是没办法找 反应不出来 谁找一个多一个箱子 这个很难发现 那么第二个 到那个三轮车那个地方去找呢 就是说人也太多了 三轮车 几千两个三轮车 那个时候都是靠三轮车来运输的 不是现在都是汽车运输的 也找不到 二十年前呢 侦破这类案件啊 警方面临的阻力很大 当时呢 交通不方便 线索呢 通过时间空间的转移 也极有可能会灭失 不像当今社会 这监控探头到处都是 而当年呢 一切的线索都得靠民警的两条腿跑出来 找到了苍南 没办法下去了试验 我们印制了大量的这个巡视骑士 在这个苍南的张铁 大家在外面张铁 这样的 通过这张铁这种方式 二十年前 这起托运尸体的离奇案件 随着嘉兴南湖警方的侦破 真相呢 也在一步步的被挖开 首先啊 犯罪嫌疑人的轮廓 凸显出来了 他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其次 案发的地点 应该是在温州的苍南 而随着这则巡视启示的张贴 死者的身份 能不能浮出水面呢 通过死者身份的调查 又能不能找到新的破案线索呢 稍后我们接着回看 做海鲜生意的老板 竟然遭遇一场厄运 将这里的海鲜批发卖了以后 这个钱再通过邮局 汇到附近老家 轻如兄弟的合租人 为何会反目成仇 有两张仇 一张仇是这个刘某族 另外一张仇是死者 我跟科普两个人 被托运的秘密 拍案正在播出 前面我们说到 浙江嘉兴发生了一起 托运尸体的案件 警方查明 当初呢 办理托运的是一个 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而死者的身份呢 一直没有确定 后来民警呢 通过张贴巡尸启事 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了 嘉兴警方后来赶到了温州 他们大量的张贴巡尸启事 不久一位老人找了过来 原来他因为呢 跟儿子失联好几天了 于是从福建赶到温州 来找人 一看到巡尸启事上的 纹身图案 老人马上就崩溃了 他确认 死者就是他的儿子吴君 就此呢 警方也查明了死者的身份 死者吴君 不见张州人 二十多岁 在苍南做海鲜批发生的鱼 三个人同时在 做水彩批发生鱼 那么平时呢 是习惯的就是说 将这里的海鲜批发 卖了以后 这个钱 再通过邮局 汇到福建老乡 原来死者吴君呢 在当地租房子住 当时呢 一起住的一共有三个人 三个人是福建的老乡 都是做海鲜批发生意的 因为这个案件呢 可以说 像对象明确的案件 没有抓到 对我们行政民警来讲 确实也是很大的压力 不管是出于 对这个死者的来说 还是对我们这个 资深民警来说 不抓到这个对象 总觉得就是 咽不下手气 那么为什么 这位民警 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原来啊 当年的侦查情况 一目了然 三个福建人当中 一个人死亡 一个人被警方 找到了解情况 那么剩下的一个人 已经潜逃了 他应该就是嫌疑人 同住人员 刘某的调查中 刘某反映 他们这个房间里面 住的应该是三个 另外一个姓柯 现在已经不知趋向 这个不知趋向的柯平 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柯平生于1975年 福建省云霄现任 当年的户籍系统里 一张黑白的照片 柯平的面相显得很青涩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炮制出了当年轰动一时的 托运尸体案 根据同住的第三人 年龄比较大的刘云生反映说 柯平的生意 做的是相当的失败 这个人很好赌 做生意赚的钱 全部都赌掉了 柯平的父亲 洞悉了儿子的恶习之后 在福建 也不愿意把货款打给他了 所以柯平平日里 给人的印象就不太好 刘云生还说了 死者失踪的那天 当他问柯平 吴军去哪了 柯平说 吴军去汇钱了 到了晚上 柯平已找了一个女人 回来过夜为由 让刘云生 离开了这套出租房 去别的地方睡 结果第二天 柯平就一走了之 从此杳无音信 你看 这欲概迷章的种种说辞 证明 作案的人 这不就是柯平 据刘云生说 三个人当中 因为自己比较年长 所以评论里 柯平和死者吴军 走得最近 这个租房子里面 有两张床 一张床是这个 刘某住的 另外一张床 是死者吴某 跟柯平两个人 睡 两个男人睡在一张床上 两个大男人 睡在一张床上 彼此之间 可以说没有秘密 有没有可能 这样零距离的接触 让居心叵测的柯平 萌生了犯罪的念头 我们当年调查的时候 说说 就说从材料上面指向 因为当时还没有招呼他的话 当时大家认可的是 应该是抢劫或者是盗窃之后 杀人的可能性大 当年死者吴军身上的一部手机 和进货的全部现金 也全都不见了 被害人的手机后来 在科武身上 嫌疑人柯平 并没有潜逃回福建的老家 而是去了深圳 可是当嘉庆南湖警方 赶到了深圳的时候 这个人又离奇地不见了 就此线索也彻底地中断了 那么每年只要有线索 是老家反映出来的 或者是邻居反映的 或者是死者家族反映的线索 我们都是落地查证 查到查不下去为止 这起案件 办案的民警换了一查又一查 可是呢 案子一直没有侦破 这么多年过去了 嘉庆警方其实一直都没有放松 他们呢在案中 一直也做着调查 科平的所有关系人 民警都一一地纳入了侦查的范围 最终就在今年的6月份 民警发现了一条线索 其中这个嫌疑人的一个关系人们 有个反常的举动 就是去银行里取了一笔钱 两万多块钱 那并没有直接通过银行转折 而是取了线以后 换一个地方 到一家镇上的一个贵源机上 打出去 而且打到是打到东北 打到沈阳的一张银行卡上 打钱的人是科平的亲属 而收钱的人呢 是沈阳当地的一名中年女子 五十好几 面容交好 那么她就是谁呢 怎么会和远在福建的嫌疑人 科平的关系人 有这种交集呢 是东北人 跟嫌疑人 或者她家里面的人 或者她的亲戚朋友 都是毫无关联的 就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人 更加不要说有什么生意来往 都排除掉 那么这条线索就引起我们的重视 那么我们马上就派陈三元去东北 那是在辽宁的沈阳铁锡区 一个小的邮政主席所的贵源机 我们去查这张卡 是谁取了钱 就在监控探头里 出现了一个戴着眼镜 微胖的中年男子 这个人鬼鬼祟祟 行迹可疑 那么他究竟是不是销声匿迹了 二十年的科平呢 如果是 这个五十多岁的女人 又是什么人 吴军又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五十岁女老板 为何跟逃犯同居在一起 我们调查她最亲密的就是这个女人 背负罪恶的秘密 不见天日 煎熬的逃亡生活 何时是尽头 他自己就说我可能有糖尿病 那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医院 他就说不敢去 被托运的秘密 太阳正在播出 我们说到了 根据一条银行里的转账线索 警方发现 在东北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 跟科平的家人竟然有着联系 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她为什么会跟科平的家人有联系呢 今年的六月十四号 嘉庆警方立即赶赴辽宁沈阳 调取了沈阳市区 一个ATM机的监控录像 第一次走 取了钱以后 转身就往这个过原级的这个对面走 对面其实不是马路 是一个小的公园 它是顺着这个小区边上的这条小路走过来的 来路呢 应该是走 走的是马路 就是水泥路 去路呢 就取了钱以后就钻公园了 又觉得比较奇怪 用来收款的这张银行卡的主人 是一名女性 东北人 五十多岁了 以前呢 在哈尔滨做过物流的生意 这几年啊 才回到了沈阳 她呢 用自己的名字 租了一套房子 跟取款的男子同居在了一起 我们布置警力呢 就是对这个点 就是进行的敦守和观察 一天 就是就没出过门 一直到晚上 天暗了以后呢 她那个当时窗帘 还没拉的时候 就发现在客厅呢 有一个打赤膊的男性 就坐在电脑前 可能在上网 或者在玩电脑 这个男性呢 就是感觉 跟我们取款的比较像 银行卡的持有者 租了这间房子 取款的闲银男子呢 正好就住在里边 那种种迹象表明 两个人肯定有着 某种微妙的关系 确定抓捕的时候 我们就在考虑 关键的问题 怎么样顺利地抓了它 因为我们不是怕 他这种反抗 我们是怕他自裁 20年也过了 这个人如果是 被我们锁定了 抓捕了 那个案件也是一个了解 但是怕他 在我们发现他以后 再自伤自裁 这个案件就不是 这么完美的 如何巧妙地实施抓捕 遵守的民警发现 嫌疑男子呢 有一个很大的嗜好 整天是足不出户 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打游戏 于是呢 民警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最后我们还是觉得 断他的网线 视网如命的嫌疑人 在网断掉了之后 如坐针毡 他呢起身打开了房门 准备出门去查看 这个时候守护在文案的民警们 立刻就开始了行动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我一直在问 到底叫什么 到底叫什么 叫什么 蹲下 然后我就跟他说 找你二十年 找你二十年了 门开的时候 我看到他第一眼 就觉得这个是没有错 这个捡着寸头 低头不语的男子 就是嫌疑人柯平 他显得很自闭 面对记者 几乎不愿意做任何的交流 或许啊 这二十年太磨人了 东躲西藏的日子不好过 柯平曾经发现 自己的身体 有糖尿病的症状 可是呢 他不敢去医院里就医 只能是偷偷地 在药店里买点钥匙 逃亡到了东北之后 柯平有一个 交往了五六年的女友 最终因为无法承诺 给对方一个婚姻 而已分手告终了 这样的生活 就算一个正常人 也会被折磨得发疯啊 更何况柯平还背负着 杀人的巨大的心理压力 吴军这个名字 永远无法 从他的脑海里抹去 死亡的主因还是 就是窒息死亡 机械性的窒息 原来死者吴军 正是被柯平给勒死的 可是他们两个人 不是关系特别亲密吗 是什么原因 诱发了柯平的犯罪动机呢 那你先跟我说下来 为什么 杀了我去 当天就是给我喝酒之后 打架 然后吵架吵起来 打架 他承述的是很简单的 就是说因为 打麻将的时候 因为他是没打麻将 那个被害人是在打麻将 他那是一个看客 那么他呢 就在打麻将的时候呢 很插嘴了 他插嘴了人家看客 可能打麻将的人呢 就是二权 被害人二权 他就是可能骂了他出去吧 据嫌疑人柯平供述说 当年那两个人 因为打麻将 发生了口诀 就在其他人离开了之后 两个人在床上 射打在了一起 加上当天晚上喝了不少酒 柯平的手臂死死地勒住了 吴军的脖子 导致吴军当场死 而柯平呢 当时因为酒精上来了 就睡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一早 才发现闯了大祸 然而柯平并没有选择 投案自首 而是把吴军的尸体 塞进了装海鲜的红色塑料箱里 捆扎牢固之后 拖运到了温州 开往嘉兴的客运大巴车上 出运出去之后 去自己跑到深圳去了 转学之后又跑到 那个一路 就一路往北走 那时候他也知道了 这事情已经发了 公安也知道了 在寻找他 所以他觉得在深圳不安全 于是 柯平是一路向北 足迹遍布长沙 奇迹哈尔 满洲里 哈尔滨 最后呢 在沈阳算是安定了下来 因为呢 他认识了一个东北的大姐 也就是那张许款的银行卡的死人 这个女的是一个沈阳人 并且比她大 11岁 那么主要一直是那个 之前是在哈尔滨认识 哈尔滨的这个 就是货运站上认识 后来这个女的回到了沈阳 所以我们的嫌疑人 也就也从哈尔滨到了沈阳 原来这位大姐呢 是柯平在哈尔滨打黑工的时候 认识的柯运站的女老板 柯平以老家的身份证丢失为由 骗取了对方的信任之后 同聚在了一起 这个大姐对柯平非常照顾 出面帮她租房子 而且呢 还把银行卡交给她使用 我们调查 她最亲密的就是这个女的 由于只能躲在黑暗里生活 无法见光 嫌疑人柯平只能是以打游戏为生 她每天呢 躲在屋子里上网打游戏 靠卖装备 卖号来维持生活 只有隔三差五的才会出门 买点简单的生活用品 她自己就说了 我可能有糖尿病 那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医院 她就说不敢去 二十年东躲西藏的生活 现在终于了结了 对于柯平来说 这或许才是一种真正的解脱 有嫌疑的父母亲 也是对他们也是一种伤害 包括对他自己 自己到现在四十多岁 一事无成 自己也没有成一个家 你说如果能够有个后悔 我想他花最大的代价 他也会去争取 因为当年的一时冲动 剥夺了别人的生命 背负着难以启齿的秘密 和巨大的精神压力 柯平东躲西藏 惶惶不可终日 自从作案之后呢 才没有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 每一天对他来说呢 都是黑色的 为了生存 他呢只有依靠谎言 欺骗 失去了一个正常人 最基本的生活权利 四十三岁的人生 留给他自己的 只有无尽的悔恨 好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拍案 明天见 明天见